好我们接下来谈那个以哈战争 这个外媒的报导是 以色列5月23号对加萨发动了毁灭系的空袭 加萨城有26个人死亡 包含了15名的儿童 不过现在呢 美军也被爆料说 有3名的士兵在加萨的临时浮动 码头上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 但是呢 我想问一下蔡博士的是 以色列同时也表示 他们还是持续愿意跟这个哈马斯 恢复停滞不前关于停火 跟释放人质协议的谈判 这是标准的边谈边打的战术 其实哈马斯也是边打边谈 现在以色列在军事上 当然是基于绝对的优势 可是在政治上又基于绝对的劣势 这种情形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上很少见 那以色列现在能不能被绑住 不进攻拉法 或者不进攻这个加萨北部剩下一两个城 除非是以色列内部分类 可是最近以色列内部是有提出不信任案 但是被否决了 所以表示说他现在内坛亚服的内阁 跟他的政策可以执行下去 那现在他正在处理拉法 那也在陆续在在占领拉法的许多的据点 那全世界能不能把他拉住手 不要在这个拉法进攻 可是拉法以外他还在持续进攻啊 那这位哈马斯来讲他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流动的一种游击队了 已经没办法形成一个建制了 没有建制是不会有太大的战力 为什么 因为一个有战力的军队 益将军很清楚要有补给啊 各方面啊 那种单兵野狼式的你要去对抗一个军队就有点难啦 所以以色列跟哈马斯的东西啊 我最早就讲过啊 说战争大概两个月都结束了 就比我想象中还要短 那你说现在不是在打吗 错啦 现在不是在打 现在在镇压啊 打是说像俄乌战争一样 我有实力我往前推 对不对 你有实力你有欧推 你来我往 那个叫战争 有战线叫战争 现在是哈马斯通通躲到老百姓群众里面 跑着给那个以色列打 然后以老百姓牺牲的数字 来争取国际的同情给以色列压力 这里还是会被打垮的啊 这已经不叫战争 比较像我们讲的 妥精 对不对 其实就是镇压啦 就镇压 所以等于是以色列单方面进攻 然后这个哈马斯到处跑 然后躲在这个老百姓的帐篷里面放冷枪 当然也会有以色列的士兵受伤等等 但这个就一个战争来讲 这个已经输掉了 已经是输掉 简单讲说这个战争已经早就结束了 可是接下来就是镇压 镇压跟那个恐怖主义的反抗大概这样 可是很可怜的是老百姓夹在中间 正确的战争的军队就是 军队跟军队像俄乌战争一样 把老百姓都弄开 我们两军来对仗 对不对 那个才叫战争嘛 第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现在这叫战争嘛 这个比较像那个在打IS 那种恐怖主义那种打法 我是觉得这个时间会拖很长 因为以未来以色列会军事统治加杀 不用怀疑 很多人很热心讲说用什么模式吗 没有 就这个模式 军事统治 那一直到了什么 一直到了这个约旦河西岸的法塔尔政权 也能够接管为止 你说他在里面扶持什么汪精卫啊 扶持王克敏啊 我觉得都很难啊 都很难 那个美国听说有一个方案 就是法塔尔来啊 请一个特别顾问 那那个特别顾问是美国人 真的 美国那个政权登出这个方案 爆料嘛 所以因为以色列军管是违反国际法的 所以就让法塔尔赶快过来 可是法塔尔过来以色列不信任嘛 法塔尔来他不信任 所以就夹杂一个最高顾问 美国人 不是 就是要到美国去找一些犹太医的人 穿成这个美国的军装跑去 所以要怎么维合 要在那边上班哦 要再加烧上班哦 你要有军事力量差 要帮我对抗那游击队嘛 这麻烦在这里 哈马斯剩下上边有的转型游击队嘛 他不成军队可是还是可以打你 就是晃晃冷枪就很麻烦了嘛 好 接下来还有三个问题 我一并请立将军来 帮我们回答一下 第一个是中印之间 这个是欧亚时报的报道说 中印对峙期间中国部署的歼20数量 是印度当时新采购的阵风战斗机的5倍哦 因此这个印度方面的说法是特别强调 这个阵风的战略重要是 库存当中最强的武器系统 好 另外说到缅甸 缅甸其实从去年10月份爆发内战之后 整个缅甸全国的反政府武装 纷纷对政府军发动了攻势 因此现在呢 缅甸军政府已经说了 还有1300万人符合征兵的条件 现在外界就解读是不是要大举强制征兵呢 好 另外呢 欧美现在对于中国的电动车产业 寄出了关税大棒 但是同一时间呢 西方在国防还有绿色技术上 所需要的一些关键矿产 我们来看到呢 这些关键矿产 其实大部分呢 中国的企业主导地位位降反升 包含了链遍布在印尼群岛的中国 链加工厂正在大量的开采 好 另外呢 这个包含了这个 美国还有澳洲的理矿项目 都已经被推迟或是暂停了 不过呢 瑞士的矿业巨头嘉能可 却因为资金问题 已经暂停在这个法国的工厂 当然显示说 其实就算你欧美 对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寄出关税大棒 不过呢 关键矿产 现在中国还是持续的占上风 第一个我从上面来看的话 中印对峙 其实印度来讲的话 它可能是人口大国 但是它绝对是军事上面 它绝对是一片空白 是白痴 我这边用这两句话来形容 为什么我说它是白痴呢 因为从两次的中印边界冲突 最近这两次 一次是2017年 一次是2020年 那我们都看到印度闹了很多的笑话 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 根本就不成样子 怎么讲呢 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军事冲突来讲的话 它把战车开上去了 那目前来讲 那时候我觉得奇怪 这么高山上面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会把战车开上去呢 现在果然不出我那时候的判断 它现在这个要将战车上面 开一个维修场 保养场开在高山上面 那代表什么呢 大家不要以为说是 它要在上面 这个保持它战车的战力 那是因为它战车开不下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知道开战车没那么容易 那个四五十吨的家伙 你如果说没有基础设施 如果是没有桥梁的话 你是开不下来的 那现在来讲的话 印度又更好笑了 它现在用这种这个 拿阵风战机跟这个歼20来对比 2020年 2017年那次的这种军事冲突来讲的话 那时候这个解放军来讲 它有一点比较短板的 我不可否认 对不对 它什么 它空军短板 为什么 因为它机场没有它多 它都是在山上 对不对 喜马拉雅山那边嘛 它唯一能够志愿作战的机场 是拉萨的机场能够有战机过来 那时候这个歼20也还没有 但是这个印度来讲的话 它在这个 因为它比较平原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机场数量比较多 在空军上面来讲的话 它确实数量上面 比解放军要多很多 那中国空军也发现说 它有这个这方面的这种 短板来讲的话 它现在在和田盖的一个机场 就进驻了歼20的战机 那印度也知道 所以说它在那个地方 它现在用阵风 阵风是法国战机 但是我特别要讲 如果说你拿阵风 跟歼20来比的话 一个就算阵风很强好 它毕竟是四代半的战机 那歼20是第五代的战机 那你根本不要讲说 飞行员的训练技术 等等这方面 另外你不光是战机 你还有预警机这些配套措施 所以我觉得印度来讲 然后它讲这些话 有点真的是吹哨子壮胆 然后吓自己的 而且你的数量1比5 那缅甸来讲的话 我觉得缅甸来讲 其实是内战很多的 这种地方的这种政权 包括它的 不管是柯清族 国杆族 或者清族 清族是另外一个族 若开邦等等这些邦 那再加上缅甸自己的军政府 那前任者我们看到 就大陆来讲的话 它对缅甸来讲 它没有别的要求 它也不会去干涉你内战 因为里面太乱了 你知道吗 各个到底是亲中不亲中 或者是 但是里面有几股势力 第一个是亲英国跟这个法国的 这种欧美势力的一些 那是 那个是克清邦 他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 在最早法国殖民的时候 他那时候信奉基督教的 那当缅甸信奉佛教的时候 这些人来讲 他就反对缅甸的军政府 但是也有一些帮派来讲的话 这种国感来讲的话 他是比他亲中的 所以他有亲中有亲美 还有一批人是亲什么 是亲印度的 印度那时候想要借这个势力 因为他毕竟在缅甸在他旁边 他也想他的影响力进入这个缅甸 因为缅甸来讲的话 他面对的就是孟加拉湾 也就是面对的 格格孟加拉湾 面对的就是这个印度 所以说缅甸也希望在这个地方 有任何的影响势力 可是这些零零总统来讲的话 我们看出来缅甸 他的各帮派 各三头势力来讲 可以说是军阀在那边互动 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中国来讲 他只有一个立场 永远不变的只有一个立场 就是说你不要影响到我中国的 不要伤害到我 中国公民在这个地方权益 所以说是这个南部战区来讲 在那边不断的实施军演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生命来讲 当然不是希望受到伤害 第二个来讲 你绝对不要有任何的武力 或者是说诈骗的这些行为 然后我的经济在这边投资 你必须要保障到 那欧美来讲的话 对于这个关税来讲 我觉得是说他就很明显的就是这次的选举语言的操作 中国在这个大陆 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电动车产能只占百分之零点六 也就是数量是非常少 你客战百分之百的关税没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深的受伤的是反而是欧洲的有一些国家 尤其是德国 因为德国卖给中国的汽车 它是价位比较高的 就是它是卖宾式宝马这些车辆 它的价位等级跟这个原来的一般的民间用车是不一样 它有它品牌的定位 那如果说是当宾式宝马这些车子 被中国用反科税的方式来讲 用报复性的这个科增关税来讲 最伤的反而是美国 那另外除此之外来讲的话 我们要知道所谓绿色能源 现在来讲不是说你进不进的问题 而是说你非要用中国的绿色能源不可 因为它的技术最好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